哈喽大家好 今天介绍一栋蘑菇鸡 教大家怎么做 在用什么菜马 教大家 现在先把红萝卜 切几片做颜色 再把洋葱 切一点出来 切块 切块 再把这个 中国葱切一点 丢颜色等下 ok 现在把蘑菇 倒出来 蘑菇又少先先洗 大了一开三小了一开二就可以了 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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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肉呢 把这个油切掉 把鸡切好 切成一块一块的片 切块 这个油油又去掉 这个鸡太宽 旁边又把它切一两刀出来 切好了 把鸡肉放点 切块鸡肉 这些鸡肉 这些盐巴味精 盐放一点 味精 放一点点 这个生粉 放一点会滑 还有麻油 调酒 还有胡椒粉 我这个是黑色的哈 喜欢怨白色的大家自己可以拿怨白色的 ok 把鸡帮他放 放了放在这里腌十分钟 这等下鸡脑就会好吃 把这个粉腌下去的之后那个会滑 鸡会滑 好吃 现在稍微先开火 倒点油下来把它烧 烧之后把蘑菇放下去炸 现在看了油温差不多 把这个蘑菇倒下来炸 蘑菇炸的好吃 它过去下油 现在差不多可以了 把它捞出来 ok 现在再把鸡脑放下来 过一下油 ok 现在再把鸡脑放下来 过一下油 把油烧滚这十分钟鸡脑是不是 也不干活时间 也不干活时间 上一点那个鸡脑就会滑 好吃 上一点那个鸡脑混 那个鸡脑就会滑 好吃 把鸡脑炸 把鸡脑炸熟 把鸡脑炸熟 炸熟 现在颜色差不多了 OK 把它冒出来 鸡脑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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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开火 等待把这个洋葱放下来爆香它 这里面的油窝里面有嚼嚼油了 就不要再放油 放下去会太油了 爆香它 OK 现在得换点脑桃 换点脑桃 再把这个鸡肉倒下来 一起炒 炒凉一下 换点味精 点点盐巴 换点红酒粉 换点料酒 换点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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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小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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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装 搅和风 初 Discover 亦可以ento手 换点环ależ 舌头 羊子 ologies 刃 �青 土 现在等它滚了 把这个芡打下来 现在香味混混到出来 颜色又漂亮 是不是 现在再把这些葱花倒下来 就行了 OK了 好了 这一道蘑菇鸡 是不是很漂亮 炒了又好吃又好看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蘑菇鸡 好看 好看